汉武帝派张迁出示西域,当时主要的目的,就是为了联络西域诸国家机匈奴,也就是史书上说的,断匈奴又弊,可惜,出示西域是成功了,但是家机匈奴的战略目的没有成功。 后来汉朝以一己之力战胜匈奴,其实现在回过头再看,汉武帝也没指望西域能帮多大忙,可是不帮忙也就罢了,西域诸国的所作所为太不像话了。 在汉匈奴战争期间,楼兰国、古斯国曾屡刺杀汉史,抢夺财物,即使在漠北决战之后,如果汉朝使者与匈奴使者同时到达西域的某国,那此国对匈奴使者极为恭敬,而对汉使则极为冷淡。 看到这你可能会问,怎么会这样,难道西域诸国不知道匈奴干不过汉朝吗?他们当然知道,只是在他们的眼中,汉朝距离他们太远了。 而匈奴则就在身旁,特别是末北决战后,匈奴西迁,离西域更近了,而且更重要的是,西域诸国见识过匈奴的残榜,因为西域的大越之国就曾被匈奴的军队攻破,连国王的头颅都被做成了匈奴缠鱼的酒器,此事震动整个西域。 所以在西域这些国家眼里,他们认为匈奴比汉朝厉害,至于汉朝军队怎么在草原狂揍匈奴这样的新闻? 对不起,相信是真的,但是没见过,所以不怕汉军,如果只是杀汉使,劫财物,瞧不起汉朝,估计汉武帝也不会远征西域,因为毕竟太远了,但是汉武帝作为千古一帝,所着眼的肯定要远超常人。 当时,匈奴被打得西迁,依靠西域的财力物力,正在恢复国力,史书上记载,匈奴联合河西走廊南部的枪人,屡屡对河西走廊发动喜机,了解地理的朋友都知道,河西走廊那是多么重要的位置啊,那是丝绸之路的要道。 基于此,汉武帝终于认识到,不彻底控制西域,就不能彻底解决匈奴。 接着公元前108年,汉朝对西域用兵,俘获楼兰王和孤师王,这是西域诸国第一次见到汉朝的兵威,效果立竿见影。 各国纷纷表示与匈奴断交,乌孙国更是以一千匹马作为聘礼,向汉朝求婚。 到这我想说,这些国家真是欠揍啊,按道理来讲,这事就应该结束了,可是三年后,西域各国就忘了这次教训了。 原封六年前105年,汉武帝派使者去大渊国,求取汉血宝马,其实汉武帝不是强要马的,汉使除了带大量财物外,还带了一个价值连城的金马,这简直是高价购买。 可是大渊国竟然截杀了汉使,没收了财物,这个情景熟悉吧,杀汉使,截财物,这不就是楼兰和孤师经常干的事吗? 感情这些国家怎么都喜欢对使者下手呢? 你可能会有疑问,难道这大渊国疯了,他们没看到楼兰和孤师的下场吗? 答案是,他们看到了,但是他们也看到了另一面,那就是大渊国相比楼兰和孤师,距离汉朝更远。 所以当时在大渊有种论调,远汉,汉兵难治,你要是汉武帝你说出不出兵,不出兵,其他西域国就会接着效仿。 然后继续倒向匈奴,所以紧接着第二年,公元前106年,汉武帝派李广利远征大渊,不幸这次出兵大败。 这一败可不得了,马上在西域大范围兴起了,远汉,汉兵难治的论调,时已至此,只能再出兵。 公元前101年,大渊国终于在汉朝的打击下投降,李广利斩杀了大渊国王,带着三千多匹两马回了长安。 所以,问题来了,看完西域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,结合当时的形式,你如果是汉武帝,你会不会远征西域?